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你想不想做一个成功的 有些特别的人 究竟成功的人 和一些普通的我们叫做平庸的人的分别在哪里 很多时候我们都觉得 不会是我 我们都是这么普通 但其实 原来成功和平庸的人的分别 其实是很少的 成功的人愿意做多一点点的东西 平庸的人是不愿意做的 如果你愿意做多一点点的时候 你就会步向成功 并且会真的成功 用我们一起的思想下 成功的人是怎样 他做多一点什么的东西 第一点 就是成功的人 控制自己的情绪 这个情绪就是我们叫做Mood 你懂不懂得 控制自己的情绪 控制自己的Mood 每一个人都有自己的情绪 如何去控制他 就是成功的人 他是有理想 他有一个承担 有承担 即是有一个Commitment 去做这件事 而且他愿意交托 交托给上帝帮助他 就是当情绪不好的时候 不想再做下去的时候 都因为这个理想 这个承担这个交托 让他能够克服 他自己的情绪 那个时候的情况 然后继续做下去 这是第一个 第二个 成功的人 是懂得管理自己的口舌 即是他说话 他真的想清楚才说 而不是一刻想到 就不停地这样说 要控制自己的口舌 很多时候是要锻炼的 要锻炼的意思 就是懂得先想清楚 或者忍住 或者先让别人说 然后自己才说 成功的人是懂得管理自己的口舌 你懂不懂得呢 第三个 成功的人 是会控制自己的脾气 如何控制自己的脾气 所以我们听话的时候 快快地听 但是我们慢慢地说 慢慢地去说自己的意见 也都慢慢地去怒 不要那么快就爆火 不要那么快就怒 很多时候 我们不能够控制人家 怎样对我们 或者对我们说些什么 但是你可以绝对的 控制你自己 不说一些不应该说的东西 成功的人 就是这样控制自己的脾气 然后第四个 成功的人 懂得编排自己的行事力 就是他有计划的 每一晚我们临睡之前 让我们都是看一看 明天我们要做些什么的东西 那我们明早起床的时候 我们又看清楚 计划 每一天 有弹性的去安排各样的东西 有很多时候我们安排了 未必能够真是成事 但我们有弹性的 愿意可以呢 是有些改下都不要紧要的 有一样重要的事情 就是我们要明白先后次序 因为很多时候我们忙到不得了 因为每一件事我们都觉得是重要的 其实不是每一件事都这么紧急 都要立刻去处理的 我们是否懂得如何去安排自己的行事力 如果我们不好的计划 走走走走 东望下西望下 那又有一天 那又两天 那又三天 如果我们自己不去安排我们的行事力 很多时候别人 其他人就会为你安排的 人家就拉着你 拉着你怎么走 所以成功的人 他是要懂得自己去安排自己的行事力 第五件事 成功的人 懂得管理自己的金钱 我相信这个大家都明白了 愿意量入为出 是不是开源折留 但是又有慷慨 又有一个恩慈的 又有节制的去用自己的金钱 然后最后一样 第六件 成功的人 是会愿意照顾自己的健康 很多时候我们以为成功的人 我们看很多都不断地这样做 不断地做 其实这个不是真正的成功 因为有健康 才能够继续办大事 有健康 才能够享受自己一生的果效 因为你一生所作的一切 你要有一个时间 你可以真的享受感恩的 你有健康的身体 你就可以这样 圣经教我们 有一句这样的说话 因为神赐给我们 不是胆怯的心 乃是刚强 仁爱 紧守 折制的心 神赐给我们的 是叫我们能够学一下这样做 不要怕这样的人 不懂 他说不是 叫我们去刚强 仁爱 紧守 和学折制的心 活出一个成功的人生 我愿意你和我 一切都是学做一个成功的人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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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